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回归的理论模型 我们把整个资料放到mini type 跑出一个估测 回归估测线出来 是这样的结果出来 所以 B0 这是B0 这是B1 这是B2 所以B0是Beta0的估测量 14是它的估测量 14是它的估测量 是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首先你看我们的 如果是A模型的时候 A是什么 E0 所以期望值应该是Beta0加上Beta1 再加上0 如果是B模型的话呢 是Beta0 再加上Beta2 好 01 如果是C方法的话呢 两个都是0 X1 X2都是0 这个结果 当是属于A厂 A厂的期望值 A厂的期望值不就是μA吗 B厂的时候 它的Y 也就是它的生产量 这期望值 不就是μB吗 这是μC吗 μ就是它期望值 用A这个方法 说产量 这平均值 就是μA μμμμC 因此μA等于μB等于μC 这个要做μA等于μB等于μC 事实上就相当于说这三个要相等 那这三个相等的意思就是什么 那这三个相等的意思就是什么 μ0加μ1要等于μ0加 Beta0加Beta1要等于Beta0加Beta2 要等于Beta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Beta0可以消掉 这就得到Beta1等于Beta2 两个两看好了 这两看是看出Beta1等于Beta2 然后再来Beta0加Beta1 等于Beta0 所以Beta1要等于0 然后Beta0加Beta2 也要等于Beta0 这两个相等 所以得到Beta2等于0 这两个相等得到Beta1等于0 这两个相等Beta1等于Beta2 所以这个是Beta2等于0 所以这三个东西啊 就说明了 把这三个 汇集起来 事实上是在讲这个 Beta1等于Beta2等于0 这样懂了吗 人家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检验 μA等于BB等于B7 事实上你是在检验 这个时候的Beta1等于Beta2 而且等于0 大概都等于0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说明了说 你原来想要证明的是实验设计里头的三个μ相等 但是你把这样的实验设计的题目换成为多重回归以后呢 你原先要去检验的三个μ相等的这个假设呢 就是相当于你在这个多重回归模型里头的Beta1 有没有等于Beta2 有没有等于0 三个有 两个有没有相等共同等于0 那事实上呢 那事实上呢 这两个都共同等于0 那这个H0事实上要进行的检验是什么 是做F检定 那个时候的F是什么 MSR 所以MS1 整个回归模型里头要检验它的model的正确 model的显著性的时候 是做F检定 那F检定是MSR除于MS1 这个在这个14章的时候15章都有讲过 所以直接同学看的是785页底下那个报表里头的F的值 是不是9.18 右手边那个PValue是0.004 是吧 所以0.004呢 这当然是比0.05还得了小的 所以这就确定是可以拒绝的 拒绝谁啊 拒绝H0 实时的H0是对模型去进行显著性检定 也就是检验了Beta1等于Beta2等于0 去检验这个 这里翻过来最上面786上面这边的解释 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部分的说明 当A的时候呢 Y has多少 A的时候是10 是52加10等于62 当B的时候Y has多少 52加14 16是6 当你是C厂的时候呢 你的结果是52 62 66 62 66 52 完全符合了你从实际数据所算出来的结果 你一样从回归这个估测线上面 你分别在X1 X2 等于1或0 0或1 0或0的时候呢 你一样可以得到呢 这个Y的估测量 Y就是产量 所以平均产量 仍然回归到原来 62 66 52 所以62 66 52 一样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在秀给我们说呢 你多重回归还有这样的用处 你可以把呢 这个所讲的这些这个实验设计的方法 也可以换成为多重回归的架构 多重回归的模型来看它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可以这样来检验它 大家看714页 34题 这个34题的A小题啊 它帮你跑出回归构测线出来 它它问你 你的期望值是等于多少 当你是Drive-Up Window的时候 Drive-Up Window是X1 X3等于1 那么前面X1 X2呢 这个也应该有数字 可是呢 但是没有给你X1 X2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题目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A小题啊 我们回应一下A小题不要管它 现在23啊 24 25这三道题目啊 我这简单说明一下 因为这边 呃 我们课本的比较没有讲这部分的东西 我做一下补充啊 第23题啊 第23题呢 这是一个computer in my design 有三个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1 manufacturer2 manufacturer1 manufacturer2 manufacturer3 那它这边有四笔资料 一张四笔资料 所以你如果三个东西你要找几个category variable 要找两个category variable 对不对 然后你要把他的y放进来 所以同学你看这个y啊 现在练一下 m1的四笔资料告诉我一下多少 20262422 再来m2 28263127 再来m3 202322 同学你看这边啊 拆开成这个样子 你看 三组人马 这第一组人马啊 你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第一组人马第一组 你只能要用这两个自变数来表现 它是属于第一组的 所以显然呢 你这边如果设1 所以第一组啊 你可以设它是10 第二组是01 第三组就是0000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界定x1是什么 x3是10 如果是m1 非m1是0 x2是m2 非m2的话 是0 所以m3就是什么 m3就是00 这样一射来的话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给m2 就可以回答问题 那么24题也一样 24题你就四个东西你怎么射 是三个 对不对 那最后结果是10 是三个是100 010 然后00 001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000 然后一共20笔资料同步放进去 这两个东西都是属于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的东西 我们来看25题啊 但是稍微说明一下 25题是 这个不是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这是什么 这叫什么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的下一个是什么 randomized block 对不对 是randomized block design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呢 就是只有纵轴上有意义 所以你是纵的 你有k个treatment 你只要分别treatment就好了 不要去管那水平的 你反正水平的东西 你可以有4比 你可以5比6比 我们从来没有限制说 每一个treatment里头的 这些样本数要一样 我们当初设它是N1 N2 N3 并没有强制规定 每一个都要相等 你可以有自由的空间 你可以 不同的treatment有不同样的N 对不对 所以才N1N2H到NK 所以你只要去分别 treatment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分别 你的水平 你说要多少个 不需要 但是由于block的出现 由于你要固定实验者 你要让呢 实验者都是同样的 你要让每一种treatment 都拥有同样的block 拥有同样的实验者 所以现在你设定 两个相同的实验者 每一个实验者都去 使用三个方法 都去用三种treatment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除了原有的三个treatment 要去分别之外 你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分别 block要分别 所以这边还要多设一个block 两个block的话 正好设一个自变数 设一个category variable 正好可以分别 所以你看 这边如果设三个 这两个自变数来分别它的话 你X1设什么 compact 所以这一个是管什么 是管block 这两个是管什么 管treatment OK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数据怎么呈现呢 你就有X1 X2 X3 还有一个Y 首先第一个 你是50 50的时候 X1是多少 50是这一块 对不对 这块是什么 10 然后呢 X3 block 第一个block 第2个block 第3个 55 55是什么 01 然后是第一个block 44 第2个block 63 63 63 是00 第一个block 46 00 第二个block 6笔资料 经过这样的设置 可以表现出这6笔资料出来 这个时候的回归模型 expective value Y 是 β0 βex1 β2 β2 β3 x3 这里回归模型 模型是如此 把这笔资料 交给命一台 一样可以帮你跑出 V0 V1 V2 V3 一样可以帮你检验呢 β1 等于β2 等于β3 等于0 那检验什么 检验你的 μ1 有没有等于μ2 有没有等于μ3 所以用多重回归模型来表现呢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或是randomized block design 重点就是你要如何去区隔 区隔treatment 那如果有block 你还去个block 好了 其实说 你带上很远的话 奥莱尔 我们有一个标准 就是你如果95%的信贷程度的话呢 你是要正负二次内 standardized 正负二次内 超过正负二以外的话 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奥莱尔 影响的点 在我们的地方 我们是设它是 我们设它是什么 设它HI 我们算它的HI出来 Influential observation 所以 看它有没有影响力的点的话 是看它的HI 那如果outlier的话 就看它有没有超出那个范围之外 那客人是把两个东西把它combine成为一个式子去看它 所以你只要有 你只要有outlier 也就是你的Error大 或者是你的Influential 你的Leverage大 两个当中有一个大的话 就会让Cook Dixon有可能会超出1 所以它把它两个东西相乘 你还记不记得它这个式子 你看我们的Cook Distance呢 D 是这个 P加1乘上S 是不是平方 然后Yi-Yi hat 这应该是平方 然后再来是 HI除以1-HI的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Error的平方 这是Leverage 我们说它是 Unusual observation的话 我们看什么 看这两个东西相乘的结果 大于1就行了 那你想想看 大于1啊 有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哦 有一个地方有可能是你的Error很大 你的1 Residual很大 那你这个地方表现平平 无所谓 结果呢 只要大于1就可以了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你这个 这个Residual平平 可是你的Leverage呢 这个HI大 1-HI又是让它变小 对不对 HI如果变大的话 1-HI是不是变小 因为HI不会大于1啊 HI一定介于0和1之间啊 所以HI如果大 1-HI一定小 所以这个分母小分子大 相乘起来这个结果是不是也变大 它不管你是这个情形大 还是这个情形大 它只要管一件事 相乘起来结果大于1 就要开始去好好去检测它 不管是Outlier 还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 那我们先前是把两个东西分开 你记不记得 我们先前说 你一看Outlier 只看Error 只看这个Residual 要不然你是看Leverage 我们把它分开来讲 水平的坐标上头 跟大家不一样 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 纯粹看HI 纵轴上头 垂直的坐标上面 跟大家不一样 那是Residual 那是看左边这个 所以才会产生啊 才会产生说 有一种现象 你的点都在这边 那有一个点在这里 这个点到底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Outlier 如果你就原来这种看法 分开来看的话 这个点在水平坐标上头 或垂直坐标上头 是不是都跟大家都不一样 是不是都是Outlier 又是Leverage 所以水平垂直 都显然比大家还大 你看水平 水平有这个差距 垂直坐标上头也有这个差距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画回归起来来看的话 我们发觉这个点事实上也是一家人 你看到没 它本来回归线把它延伸出去的话 这个点事实上会落在回归线上不远的地方 所以它不应该是Inferential 也不应该是Outlier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困难的话 我们来看 我们就说它就发展出这个东西出来 它说呢 你就只要你把 Residual的部分 乘上Leverage的部分 相乘起来的结果 只要大于1 这个大于1的这个结果 有可能是纯粹来自于Error 也有可能是纯粹来自于Leverage 也有可能是什么 这个也不大 这个也不大 这两个乘起来的结果变成超大 总之啊 把两个结果Combine一起来看 CookDistance的好处是在这个地方 你把Combine来看 Combine来看的结果大于1 就行了 就是属于你应该特别去观照的 Unusual observation 特别观照就是说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点是需要特别观照的点 我们就特别请它过来 谈一谈话 这个也行 我问你啊 你如果发现哪一个点是Outline 你可以把这个点把它拿掉吗 我问你 你可以吗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 我们班上如果哪一个同学跟大家都不一样 你就不要来上课了 你不要修了 你不要上课了 你可以这样做吗 你一组资料里头 任何点都是合法的 那 只是其中某一些点跟大家都不一样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啊 这种是英雄人物啊 是豪杰啊 豪杰都是跟大家都不一样的 你好比说像那个NBA里头的这些球员 以前Michael Jordan 你们知道吧 他是非人啊 他是历史上的人物啊 有他载了球队啊 就会拿总冠军 没有他载了的时候 同样原班人马 不管怎么拼 就是拿不到总冠军 这样的人就是豪杰人物啊 就是Outlier 你把他拿掉的话 NBA他他会找你算账 你怎么可以 那Michael Jordan 不打NBA 是吧 票房就减少很多 所以特别关注的意思是 我要特别好好去研究他 为什么他会成成Outlier 而且Outlier存在的话 会使得你整个回归线啊 会产生很大的变动 本来在这边 做了这个点以后 你整个shift过来 所以Cook Dixon是说 提供这样的想法是说 如果你是 Residual的部分 或者是Leverage的部分 跟大家不一样 只要这两个的结果 会影响到 合并起来 超过一 就是属于Unusual observation 不用再分Outlier不Outlier 就好好去研究他 就刚刚所讲的 用Multiple Regression去做 去做实验设计嘛 就是这样的 你把一个实验设计的题目 你可以用回归去帮他跑 可是用回归帮他跑 你怎么处理他的数据呢 你一定要设一些Category Variable E0 E0这样的Category Variable 去分辨你是哪一个Treatment 哪一个Block 那跑错的结果一样可以帮你 帮你完成 检定啊 所以像刚刚 785月底下这个报表 他帮你跑错的结果F值是9.18 大家有没有看到 1648那个报表 是不是9.18 9.18的值啊够大了吧 至少你看右手边的PVari 0.004 那相当小 所以基本上可以推翻H0 此时的H0是什么 Beta1等于Beta2等于0嘛 你把它推翻掉了 Beta1等于Beta2等于0 不就是我们先前证明到的 Beta1等于Beta2等于0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MuA等于MuM等于MuC啊 所以两个假设是相同的 你推翻一个一定是推翻另外一个啊 所以等于说你可以借多同回归的手 去完成啊 实验设计的要做的题目 答案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